那你有的时候后悔过吗? 我没后悔 大家好,陈叔2002年去美国工作生活 去美国前在上海开公司做建筑方面的工程 据陈叔的家人说,陈叔在上海做生意时亏掉两套房 当时受到打击,去美国后痴迷于研究彩票 2012年没有和家人打招呼,独自回国 回国两年后和家人亲戚失去联系 2014年开始,陈叔在苏州和上海两地漂泊 2022年9月,我和陈叔相遇 通过视频帮陈叔找到家人 您是2012年从美国回到上海的? 对啊 回来12年了? 对啊 那您这12年里面有多少年是在外面漂泊的呢? 我说讲起来12年里面最起码是9年吧 过着这种漂泊的生活 哎呦 就有定所 对啊 那您有的时候后悔过吗? 我没后悔 老天爷既然叫我这样 我总要应该把什么事干成 我是这样想的 您如果不回来的话 您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像刚刚那位大姐一样呢? 比他们高 比他们高 比他们还要好是吧? 好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事 也许不会好 就是我那个女人 前妻是吧? 对 闹得鬼 懂吧 还有儿子不争气 我为什么 我跟你讲的 上次我带你去看 我投了将近四十来万 对吧? 那个大楼中央空调那个事 那时候还有七个月要开工了 但我为了儿子 我只能一天走了再说 我也听讲三个月就可以拿到绿卡 对吧? 我想三个月嘛还有七个月 我就回了一趟 又回中国一趟 谁知道到了那边 我那个前妻 他三个月拿到绿卡 我跟我儿子没拿到 这就是命 我跟我儿子的名字 这插了一个运动 就像就是美国人看不懂 这两个人 两个名字是他们认为是一个人 所以迟迟办不下绿卡 绿卡老师没下来 卡在名字上了 对 到了十一月绿卡来了 人家都开工了 我告诉你说我要想回去 对不对 应该说百分之八十吧 打个电话给我认识的女朋友 女朋友 对 你没回上海之前在美国交了女朋友了 对啊 那现在还有联系吗 不来 我离开那个出租屋就不联系 离开那个浦江城那个地方的出租房 刚到上海的时候联系 联系 他自己搞个公司 还是我给他起个名 还是我那个 他讲他有两个手机 对吧 手机 儿子大了 要给儿子一个 他自己没有手机了 他讲 你看我两个手机 就一个手机 不方便了 对吧 那我讲你不要烦了 我说我把我的手机给你 我好像是苹果五啊 那时候刚刚出来嘛 我带回来了 本来想有那个快递 寄回去 后来他说不要了 老板的父亲来上海 来上海 我送到他家带去 请人帮忙把您的手机 带回去 带到美国 给你女朋友用 对啊 那你挺尽心的对你这个女朋友 对她挺好的 人家对我挺好的呀 对吧 我上次给你讲过 圣诞节给我两百块 春节给我两百块 生日给我两百块 我想这样不行 对吧 就您在美国的时候 对啊 我想不行啊 后来我就无心中 无心中摸到他那个生日的时间了 对吧 他输鸡嘛 我就给他买那个鸡的挂件 嗯 就不能老是拿人家钱 那陈叔啊 你现在还想着您这位女朋友 那可以联系联系啊 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联系什么也不是 嗯 几岁了 七十岁了 说不定那么 说不定今天晚上睡下去 明天起来起不来都不知道 以前的叫做人过七十 古来西了 都七十了 还想什么 现在所想的我要办 我所想要办的事情能办成 对吧 若是退休 嗯 对吧 办好 你想上救助站 嗯 救助站不考虑 我考虑什么 我 还是这里办好退休 在这边生活 对啊 嗯 你因为你要去回美国 也 也没有意思 懂啊 这么大年龄了 第二 说心里话 这段婚姻 在看我儿子 如果我儿子 那时候 比方说 在读什么研究生什么 我是不会来的 嗯 或者就算是 突然想起来 来了以后 我还要回去 他不乐 玩游戏 四十了吧 九年 把自己 整个前程玩掉了 而且我为了他 所以我弟弟讲的话 我生气到你的 我为了他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跟你说过 九十六万工程款 去美国 赶快去 耽误了 这个意思是吧 没回来嘛 嗯 回来以后都十年多一点了 我去看过 那么人家那个 我当年装修的 人家都不知道装修几遍了 是 对吧 还有机器什么 那个家伙 人都没不见了 死了 就你为了小孩 放弃了一个工程 这个意思 放弃工程 放弃全部了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 这样想法 这样想法 在上海我就跟前妻就离婚了 人家有女的罪悟 来到那年的 什么时候 那个 找算命的瞎子 算命 就算去年怎么样 对吧 瞎子就讲了 有两个女人 但是不能 不是老婆 两个女人伺候你 就是一个 两个女的都熟悉 还有一个 这个女的比这个女的 正好小12岁 我讲的跟着大老板做壁书的 他只有 比我小十几岁 什么时候算的命 在美国 在美国也有算命的 上海个瞎子 有 上海的算命先生到美国去 你以为 你以为人家不相信命运 我告诉你 有钱人都相信的 谁相信 谁不相信 你说 对不对 这一辈子 有的人走得很平顺的 就是也平平淡淡 没有那个 像我这个人是上下起伏的 上下起伏的 你精力挺多的 对 我告诉你我25天就赚40万 之前做公司的时候的 对 对不对 二三四年前 我在虹口区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而且我们系统里面我都出名的 我的档案里面写的是什么 难得人才 这个我不好吃就可以查了 对不对 或者我们单位同事怎么来看我呢 关键是你做男人的 你要到外面去 讲不好听话 要自以为是的做大事 我感觉 我今年能跳出去 那最好呢 对吧 因为我这个命是十年一转 十年一转 十年一转 美国十年插队十年 回来十年弄这个样 而且这个十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的 帮特朗普看风水的那个老头 是个香港老头 对吧 去了以后那个老头帮我 帮我年龄算错了 算错以后后来 我顺口说了一句 辞行中国 那时候我已经决定回中国了 辞行中国 凶多吉塞 怎么样 陈先生说你在外面不知不觉又住了一年了 对啊 照到你不该发生的 时间过得快的 对不该发生的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跟你讲过好多奇奇在我身上所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有的东西是不能讲的 讲了说不好听话 嗯 像泄露天机一样的 真的不能讲的 是 所以我根据这一系列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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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出头的 因为 我的家族摆在那里 陈叔说自己不能住楼房 希望把生活费搬下来后 到苏州去住一个平房 一个人生活 谢谢收看